您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 是新华网4月29号发的一个新闻 你看这两架无人机跨过黄埔江 给上海市徐慧期的一名癌症患者去送药 您瞧瞧这个视频拍的 美轮美奂再加上这个宏大的音乐衬托 冷不定一看还给人感觉像拯救大兵瑞恩的电影 但是这个新闻播出之后 好像普通的读者没有买账 第二天人民网也转发了 但是这两家官方媒体报道之后 底下的评论是一片打发之声 现在您去到新浪微博去看 无论是新华网还是人民网 这两条新闻下面的转发 你都看不见了 评论一共一千多条 但是您只能看见区区十几条 而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两家媒体下面的评论的露出来的十几条 我估计都是自己人写的 因为内容都几乎一模一样 那么那些被隐藏起来的评论是什么呢 大致就这么几类 一类就问说 黄埔江上的桥都塌了吗 为什么不开车去 还有人说 这个一架飞机去拍 另外一架飞机去护航 这个确实是很壮观的 是吧 所以我经常想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永远不要低估人民群众的智慧 凡是低估人民群众智慧的人 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 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按道理来讲 给一个癌症患者去送药这件事情 总是好事嘛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却没有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呢 就在我看来 这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宣传报道和新闻报道之间的区别 因为我是做了一辈子的新闻工作 这个我还是有发愿前 我觉得所谓的宣传报道和新闻报道之间 主要有这么几点区别 第一个就是宣传报道会把镜头对准自己 而新闻报道会把新闻对准当事人 就拿这个新闻来讲 你看看 两架无人机飞越黄埔江 一架飞机负责送药 另外一架飞机负责拍摄前一架飞机送药 他把这个镜头对准的是自己 整个运送过程 但是这个新闻中间的当事人 那名癌症患者呢 消失了 咱们且不说他姓名啊 他得的是什么癌症 病程是什么呀 严重到什么程度 需不需要住院 在这个这次无人机送药之前 他的药是怎么获得的 这些药对他是不是 对他是不是够用 吃了这些药 还需不需要一些医生来维护 我们通通不知道 这些信息 那么推而广之呢 让类似的这样的患者 在上海还有多少呢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如果这一次无人机给他送药的话 下一次无人机还会给他送吗 我们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在这个新闻中间 这个新闻当事人消失了 所以这是我经常讲的 宣传报道和新闻报道中间的最大区别是 宣传报道会把镜头对准自己 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正当性 来论述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合理性 或者说是想论述自己通过这件事情 来证明自己一个更大行为的正当性 所以他对所谓的新闻当事人不那么关心 第二个特点 就是所谓的宣传报道 会把新闻当事人当工具 而新闻报道会把新闻当事人当人 这个新闻咱就不说了 你看这个新闻 这个工具就没出现 对吧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患者到底存不存在 甚至可能这个患者就不存在 就整个这个无人机送的那个药过人中间 整个演了一把秀 那个患者完全有可能不存在 但即便存在 我就说它也是个工具 那么在所有的新闻 这个所谓的宣传报道中 这也是共性 你比如说上海最两天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新闻 四个居委会的志愿者 抬一个瘫痪病人下楼做核酸 我当时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一方面笑 另外一方面也是悲从心心头 悲从心来 你想一想 一个瘫痪病人 在床上卧床 住在一个楼上 是吧 你要去做核酸 你四名志愿者 辛辛苦苦把他楼上 把他从楼上抬到地面去做核酸 你就不能找那个 所谓的测核酸的人 上门去给他测一下吗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想到什么 我想到我小熟 读的一个一所欲言 一所欲言里头有一个故事 就讲有一个厨子杀骆驼 他杀完骆驼要解体 发现楼上有一把更大的刀 结果这个厨子怎么做的呢 就是费尽千辛万苦 把那个骆驼从一楼搬到了二楼 终于开始可以用那个更大的刀 来解体这个骆驼了 这不就是我们这些人干的事情吗 就我们这些所谓的好心的志愿者 干的事情吗 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大家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不惜要把这个 所谓的瘫痪病人 从四楼抬到一楼去做核酸 也不愿意找一个做核酸的人 到这上门来给他测呢 在我看来 本质上来讲 他就是把人当工具 而不是把人当人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把人当人 就是人的感受 人的权利 就是第一位的 对于这个所谓的瘫痪病人 他不能随便被移动 仅仅因为做核酸 把他从四楼抬到一楼 这件事情就做得不人道 但是我猜 他们那个社区 肯定接到了某个命令 那一天可能必须要完成核酸检测 但是呢 他们可能又决定不了检测部门 人家可以上楼做核酸 后来他们也回复了 说上门做核酸这事情啊 需要部门协调 他们决定不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所在了吧 在他们不能有效尽快协调人上门的情况下 他们马上就决定把这人从四楼搬下去 因为把人搬下去之后 做了核酸 对他们来说 核酸这件事情就完成了 至于你人呢 你患者呢 不重要 不重要 对他们来说 工作完成了 如果我们要是把人当做目标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还我看他们这个方畅医院里头 前两天有一个视频 一个女的是吧 拿着一个手机在方畅医院拍呀 说很多人说方畅医院条件不好 你看这个这厕所一排一排的 然后那边还有个浴室 浴室里头也可以洗澡 当然我没有拍 我有一点点害羞 然后他说 最后他就说了 这个方畅医院实在是太好了 是吧 然后那个这么多人帮助我们 应该感谢不是 一看也是宣传 为什么 因为他违反基本人性 基本的人性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方畅医院再好 跟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比起来 我们肯定也不愿意去方畅医院生活 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性 但是这些使劲宣传方畅医院好的人呢 就是为了证明方畅医院对我们大家好 所以呢 让我忘掉基本的人性 你看这方畅医院多好啊 是吧 你这有成牌的厕所 然后那边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洗澡的地方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还有那么多人帮助你 所以像这个 这样所有的这样的报道 都是把人当工具 不是把人当人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区别 所谓宣传报道 是用事实来掩盖事实 用局部的事实来掩盖全部的事实 或者说 就是用事实来说谎 而新闻报道应该是用局部的事实 来呈现全部的事实 就拿这个无人机事件来说 我们在上海从4月份疫情到现在 听到了大多数的所谓的危重病人的新闻是什么 是那些得了疾腐症肚子疼 医院接受不了跳楼的 是那些家属千辛万苦把患者送到医院门口 进不了医院没有核酸报告死在医院门口的 是那种尿毒症患者 由于没有医院接受得不到及时救助的 是那些在医院里头正常手术也得不到进行的 是那些出了院之后既回不了小区又回不了医院的 这些新闻此起彼伏我 听到每天接到的信息都是这些 但是这个新闻它完全不会涉及其他的内容 它只是告诉你 你看哪怕是一个所谓的癌症患者 我们现在也用无人机这样一种这么大的社会资源 去给他去送药去了 但它目的是什么 它目的是告诉你 所有上海市的病患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影响吗 不是恰恰相反 它是要让你忘掉上海市在疫情期间 那么多患者那么多危重的病人 在因为隔离的政策 因为核酸检测的政策得不到救治的事实 即便是他这样的一个个例是真实的 但是他呈现出来的结论也是虚假的 所以我就说所谓的宣传报道 是用事实来说谎 用局部的事实来掩盖全部的事实 这个是所谓的 我就说这是宣传和新闻报道之间最大的区别 最后我还想再说几句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次上海报道 上海的疫情跟武汉疫情之间的区别 因为我是一个新闻人 我更容易从我自己的专业视角来看 在武汉疫情期间 其实还有不少媒体在武汉能够发的出来报道 比如说财新团队 整个有一个报道队伍 在武汉坚持了几个月 持之以恒 坚持不断的在往外报道自己的新闻 尽管他们也受很多限制 然后包括南方都市报 包括新京报 都有记者在那个地方 也做了一些报道 比如说里面这样去世 包括有很多患者 一开始由于没有医保 就医保当时不覆盖新浪的 不覆盖新冠疫情的时候 看不起病 这些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 最后都形成了社会热点 也整个推动了这个疫情后续的解决 但是上海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 在整个上海疫情期间 没有任何一家全国性的 所谓的 我就说市场化媒体 在上海做报道 在上海做报道的 就只剩下了新华社 人民日报 人民网 中央电视台 这样的官方媒体 而官方媒体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间 所扮演的角色 就像今天 这无人机送药这个角色是一样的 它是宣传 而不是报道 所以你看上海市市民在整个疫情期间 所遭受的那些苦难 所遭受的那些痛苦 遭受的那些悲剧 没有疫情 是这些官方媒体报道出来的 都是各种各样的自媒体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把它想办法报道出来的 如果我们把疫情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 是它是对人们健康的冲击 那么武汉 它跟上海比起来 当时武汉的疫情 应该说比上海的疫情影响要大 因为当时没有所谓的疫苗 也没有有效的药物 那么第二个层次 就是疫情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和损失 就包括对我们整个社会结构 所造成的冲击和损失 那在我看来 上海疫情比武汉要严重得多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本该拥有的媒体报道 让全中国人民知道真相的权利 丧失了 剩下的就只剩下了 无人机在天上拍摄的 这个空空荡荡的上海市的这个话题 目前我们上海没有工程 现在也不必工程 至于当前上海的疫情形势 我们将根据区业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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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